确实是偷 它不是剪 它就是偷 作为一个正直的人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在那种环境 你不管放的有什么 哪怕放一公斤的黄金 在那里闪闪发光 你都不要去剪啊 那个地方不是你剪的地方 你拿了东西 那就是偷 你剪的就是偷 大家好 我是四水年华 昨天呢发了个视频 我在怒江大桥 在那里航拍的时候呢 我的无人机的包 包里呢有很多无人机的配件 包括充电器啊 放在那个桥上面了 但是呢这个包啊 我说就被偷走了啊 这有很多人就留言啊 这分两派吧 争得很激烈 有的人说是人家捡走了 这个不怪人家 有些人呢也是支持我的 说是确实是偷走了 我给大家把这事情捋一下啊 首先第一点 怒江大桥是什么地方 旁边有个桥墩 那旁边还有个房子 上面写的什么 英雄永垂不朽 这是个什么地方 这不是说是马路上啊 我自己认为这个地方呢 它不是一般的地方啊 这官方网上的评价 说这是一个爱国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怒江大桥这四个字的视频啊 可以说每个人的视频里边 都有把这个桥给拍进去 桥上呢摆着五花八门的 贡品吧 我可以叫贡品啊 祭品 有水有吃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如果说用捡的话 我觉得不合适啊 我今天路过怒江大桥 我看见桥上有苹果 有梨 有香蕉 有桃子 有红牛 有雪碧 有可乐 还有酒 那我今天可是捡了一大堆啊 可能捡这个东西 我两三天我都吃不完 这能用捡吗 你去了烈士林园 烈士林园各种东西 在那里摆着 你能把它给捡走吗 你能把它给捡走吗 对不对 这能叫捡吗 我觉得捡这个字 是褒义 不是贬义 如果说能用捡的话 那就像我视频留言 给别人留言 我跟他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 那你就不用愁了 这辈子不用愁了 你在旁边搭个帐篷 每天去捡一点 有吃有喝 都是好东西 那你日子还愁什么 对不对 每天捡一点 能吃好几天 每天都能捡 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真的不是捡啊 你要是拿着上面的东西 你就是偷 我觉得就是偷 这里呢 再重点强调一下 留言那些人说捡的对的 你去捡吧 每天啊 我估计能捡几十瓶可乐 数十斤的水果 你在旁边啊 值个摊 可乐两块钱一瓶 也没有开封 水果一块钱一斤 这是个好项目啊 对不对 你不是觉得没有错吗 对不对 我在大街上捡的 我没有错 确实是个好项目 你去创业吧 好吧 再说一下我这无人机的包 我这无人机的包不小啊 大概有这么大 这么大啊 高的话有这么高 有这么高 如果说是我走在那里的话 我不管那桥上有什么东西 我都不会说把它给拿走的啊 或者说把它给捡走的 我不会捡的啊 首先那个环境 我动都不会动 第二点 从我走到那个桥上 到离开那个桥上 应该有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 可以说是人不断的啊 不管是骑摩托车的 还是开车的人 不断的啊 不断的 我觉得 偷我那个无人机的包的人 他看见地上有个大包 那包 我是盖着盖子的啊 他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拎起那个包 或者说放到车里 或者说骑着摩托车 直接就跑了啊 直接就跑了 这不叫偷 这叫什么 再说下第三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昨天发的这个 被偷的这个视频 看完之后呢 作为我自己 真的啊 挺心寒的 应该有一多半 都是说人家是捡走的 人家是捡走的 我就感觉他们发这一段文字中 感觉 人家把你包给捡走了 没有什么 很正常啊 是你自己放到桥上 你忘记拿了 或者怎么回事的 人家捡走的很正常啊 人家有错嘛 我真的是 看完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 这些人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敢去细想 如果细想的话 我觉得留言这些人 真的 他们这些人的三观 我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啊 还是那句话 以我来说的话 你不管上面放着什么 哪怕这个 这个桥墩上放着一个戒指 或者说放着一个手镯 怎么样呢 我都不会去捡的 因为那种场所 不行的啊 你在墓地 你偷东西 你拿人家的供品 行吗 不行的啊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这老朋友都知道 我之前在318国道的时候 发过好几个视频 这路边啊 莫名其妙的 有这种书包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 也没有人 我发过很多这种视频啊 没有看过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啊 那我要不要 捡一个书包 放到我车上就走了呀 你要不要捡一个呀 318国道 这种书包到处可见啊 大家看看这个环境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这附近啊 也没有上山的路 但是看看前面 这是什么意思 看看这些包 这里啊 好像是充电吧 还是手机 一个包 两个包 这个好像是药品啊 3 4 5 6 7 8 9 10 11个啊 这好像都是女孩背的包啊 你看都是粉色的 带颜色的 真的是很诡异啊 人不见一个人 这么多包 放这里是什么意思 赶紧走 我觉得留言那些人 你来趟318国道 走一下川藏南线 那你这一趟啊 真的啊 这减上个啊 上百个书包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真的 没有问题的 对于你来说的话 我是减啊 我没有过错 我就是减 朋友们 现在咱们退一步说啊 就不是那个特殊的环境 就比如说在路上吧 你看到一个包 或者说在垃圾堆旁边 你看到一个包 看着还挺不错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是减的话 首先你得打开看一看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东西 如果说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里面有身份证啊 或者说乱七八糟东西啊 那你捡起来之后呢 你肯定会交给有关部门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看到里面 是一些塑料的东西 空空的 然后这充电器 也不知道充什么的 看着反正不是手机的充电器 也不知道充什么的 那你捡的东西干什么呢 对不对 没有用啊 要是我的话 在路边看上一个包 没人要 我打开 首先先看一下啊 我并不是说拿着它 我赶紧就跑了 我当时在那放无人机啊 我在那放无人机 我的注意力全在无人机 在手机的屏幕上 有点差池 无人机掉到怒箱下面 那我损失惨重 对不对 所以说当时我在桥上 往回走 往回走的同时 也在飞 我就没有注意啊 真的就是没有注意啊 这无人机的包丢了 昨天视频我也算了一下啊 损失好几百 这里边的配件再重新买 只能发到拉萨了啊 你要是发到这些 现场的话 比如说前面的八速 波密 这可以说时效 是一点都不保证的啊 到拉萨的话 估计都得 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到 这后面的视频里边 航拍估计就少了 如果说到了现场的话 车又多的话 可以借下别人的充电器啊 充下电池 只能这个样子了 好了朋友们 这就不说了 我呢 非常非常的生气啊 我觉得我的三观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真的 我的三观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这里 我再强调一下 确实是偷 它不是捡 它就是偷 我在那里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就不见了 作为一个正直的人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在那种环境 你不管放的有什么 哪怕放一公斤的黄金 在那里闪闪发光 你都不要去捡啊 那个地方不是你捡的地方 你拿了东西 那就是偷 你捡的就是偷 视频就说到这里